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娱乐爆料 肖战 王一博 曾顺兮 黄子涛 徐一阳 黄子涛与徐一阳恋情曝光引发热议 王一博成奥运火聚手展现跨界魅力 肖战状态极佳受赞誉 曾顺兮新歌发布跨界回归 娱乐圈故事不断 梦想与勇气并存 在这个娱乐圈风云变幻的季节里 一场爱情风暴悄然来袭 黄子涛与徐一阳的海边之恋甜蜜曝光 是真情流露还是炒作新戏 与此同时 王一博以奥运火聚手的身份闪耀国际舞台 跨界之光令人瞩目 而另一边 肖战阳光下的完美状态 再次证明了顶流的不凡魅力 更令人惊喜的是 曾顺兮跨界回归歌手身份 新歌德欧中法合唱版横空出世 跨界之路能否再创辉煌 这一切是娱乐圈的甜蜜陷阱 不过话说回来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真假难辨 这次是真情流露 还是为了心细欲热 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有的直呼好甜 有的则质疑又是一场戏 但不管怎样 这波热度算是赚足了 咱们就坐等后续发展 看看这对CP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吧 说到跨界 不得不提咱们的王一博同学 从偶像到演员 再到如今的巴黎奥运火炬手 这跨界之路走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官宣消息一出 粉丝们纷纷表示骄傲脸 毕竟能代表国家传递奥运圣火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殊荣 不过 王一博的跨界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从质疑到认可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证明了一切 这次奥运火炬手的身份 更是让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一彩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骄傲 再来说说咱们的肖战哥哥 那状态简直是好到没朋友 阳光下的就餐视频 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满满的元气和自信 不得不说 肖战这顶流位置坐的那是相当稳啊 无论是颜值还是业务能力 都是杠杠的 而且 他还能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如此好的状态 这背后的付出和努力可想而知 粉丝们看到这样的肖战 自然是满心欢喜 纷纷留言表示哥哥好帅 状态满分 最后 咱们来聊聊曾顺息的跨界回归 从演员到歌手 这跨界的勇气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而且 他这次还带来了一首双语合唱的新歌 Door中法合唱版 这创意和实力也是没谁了 歌曲一出 网友们纷纷表示被惊艳到了 那法式浪漫的自由感 搭配上曾顺息独特的嗓音 简直是听觉上的享受 不过 跨界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曾顺息能否凭借这首歌在歌坛站稳脚跟 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但无论如何 他都已经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值得我们为他鼓掌加油 娱乐圈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黄紫涛与徐一阳的甜蜜恋情 王一博的奥运火炬首身份 肖战的完美状态 曾顺息的跨界新歌 这些故事和人物共同编织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梦想与坚持 爱情与勇气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 除了享受这份视觉和听觉的盛宴外 更应该从中汲取力量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毕竟在这个充满可能的时代里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 王一博巴黎奥运传递火种前 静谧之举彰显爱国情怀 在巴黎奥运火炬首传递的激动人心时刻 现场人声鼎沸 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与媒体汇聚一堂 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在这片热闹非凡的等候区中 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奥运精神的崇敬与期待 而就在这份喧嚣之中 发生了一个温馨而感人的小插曲 王一博 作为备受瞩目的青年偶像与体育爱好者 也站在了这场盛世的舞台之上 在众多期待的目光中 他显得格外沉稳与专注 然而 就在这份专注之中 他的目光却不经意间捕捉到了一抹不同寻常的色彩 一抹鲜艳而醒目的红色 在嘈杂的地面上静静躺着 那是五星红旗 祖国的象征 民族的骄傲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景 王一博没有丝毫犹豫 他迅速而又细心的弯下腰 用双手轻轻拾起那面掉落的五星红旗 仿佛是在拾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荣誉 他的动作轻柔而坚定 眼神中透露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尊重 在这一刻 周围的嘈杂仿佛都静止了 所有的目光都被王一博的这一举动所吸引 他用自己的行动 无声地传递着对祖国的深情厚意 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王一博的这一举动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与尊敬 更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赞誉 人们纷纷表示 王一博的这一行为是对爱国情怀最生动的诠释 也是对所有中华儿女的一份鼓舞与激励 在巴黎奥运火炬首传递的舞台上 王一博不仅传递了奥运的火种与希望 更传递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力量 他用自己的方式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的风采与魅力 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